塔斯曼尼亞 除了空氣好和接近大自然之外 不得不提的就是島上出產的海鮮 這裡神結幽靈的環境 生產了很多很新鮮的海鮮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生蠔 沒錯, 所以今天帶來 巴黎拉灣品嘗最新鮮的生蠔 你們有口福嗎? 對… 你們也有 澳洲除了鮑魚、龍蝦、黃帝蟹 響於國際之外 來到塔斯曼尼亞不吃生蠔 整個旅程一定會覺得不夠完美 而巴黎拉灣的Pacific Oyster 太平洋生蠔可以說是非常有名 因為塔斯曼尼亞東南面 沒有被污染的海水 造就了他們肥美的生蠔 不禮食就走步了 我們今天很幸運來到這裡的生蠔養殖場 看看當年究竟是怎樣養生蠔 幸好現在有人教我們怎樣開生蠔 即開即食 我很心急, 你們倆快點開 我要吃很多一隻 我現在準備開了, 開了, 我很緊張 看, 很好吃到說不出話 不錯, 現在沉頭也有生蠔味 很好吃, 很好吃 這裡的生蠔還很划算 十二隻半開殼的生蠔 只是賣十多元澳紙 不過是只限外賣 根據這裡的職員說 只要生蠔保持在正確的溫度控制 是可以保持至少三天的 我打算買一盒回去慢慢享受 你們來到北方也試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在這裡買一 所 乙世蠔 每天 帥